我们开始上课哈 首先哈 我说到哪些2002年 那是我的观点哈 我认为如果 我认为哈 他之所以说2002年的原因 从最是为了押韵 如果你们不相信 我们可以允许他的课堂上 把他2002换成2001 2003你来唱一下 你来试一下 你来试一下 你们现在可以哼一下 马上 2002马上是一个平淡的过程 如果你改成3 就突兀就有个怪鹰 明白没有 如果说2003 突然就开始炸掉 你把它换成469 可能可能相对来讲 能换成6还好一点 直接你2001 2001都不对 所以他们只能用2002 如果大家有 大家认不认可 不认可你们可以上了 到这儿来对着话筒这样来唱一下 我们可以比赛一下哈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正干系分汤 我们说他是治疗用于这个中风纤绕 中风发作起用的越早越好 我们学校呢 以前有个老师 这个是我听邓老师的老师 听我们邓宗家老师讲的 说是这个老师呢 以前在带邓老师他们的时候 80年代初期 就讲说正干系分汤 中风发作起用的越早越好 说改天我要是得了这个 我要是得了这个病啊 你们一定要给我开正干系分汤 一定要给我开正干系分汤 结果呢 说是彭老我不认识彭老 我听邓老讲的 说彭老生病住院以后呢 真的就是这个病 然后呢 但是因为他级别太高了 那个时候呢 可能省里边组织了 那个时候有从医啊 从医啊省医院啊华西啊 这些医院的专家 来给他成立医疗小组 专门给他看病 医疗小组都是西医为主 所以说呢 这个可能邓老师他们那会儿 级别还不够 就没有牌上队给他开正干系分汤 所以他们没有用诚啊 不管此事真假 我们讲这个呢 是讲给大家强调的正干系分汤 是在中风先造 中风发作用的越用越早 这个是这样一个片子 然后我们看这个大定分珠 这个大定分珠呢 这是在温病调变里边的方子 他是治疗什么温热病后期以后 阴夜不足以后呢 出现了一种什么 阴夜不足 我们说 邪已去八九 真因仅从一二 是想呢 正邪抗争 驱邪的过程中 热冰 温热之邪耗尚阴夜 阴夜呢 杀滴一千 自损八百 对不对 所以上呢 在这个地方呢 阴夜不足以后呢 经脉失仰以后呢 带来的这种神圈脉弱舌扫胎 都是提示阴夜的不足 这个资重来讲呢 那么他是指慢慢的 缓慢的这种 经脉的抽搐 缓慢的这种 为什么 真因不足 不仅仅是阴夜 实际上往往我们讲 自甘察刚刚说了 气血阴阳俱补 很多补医 之后来什么都补 因为他 气血精液这些互相有一个衣存关系 精液不足以后呢 阴夜不足以后 气血也不足 所以上呢 冻的力量也没有了 这是这样一个原因 在里边 这个病急上呢 比较简单 就是这么多 既然是阴虚引起的这些里边的考虑来讲呢 那么说 这个里边呢 就强调的是 脂阴细分 这里边呢 脂阴细分 我们刚才说了 脂肝草它就是气血阴阳都虚 把它虽然放在气血双部里边 虽然气血阴阳都不 那么脂阴里边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方子 可不可以理解什么 把脂肝草它里边 人参贵子生姜大早 这些温阳的药 义气养人的 养人的药 都去掉 剩下的就是什么 补血养人 脂肝草生地 蛾浇脉龙麻人 加了什么 龟板 牡丽 别甲 鸡肘黄 我位子 这些呢 脂阴哪家的样 哦 这个里边我们刚才不是说了 说是 虚于牵头者 必至戒类于此 就是提现放龟板 龟板 别甲 牡丽啊 等等这些呢 来体现这个 脂阴 来体现这个 脂阴 这个方译上哈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呢 展开个奖 他的配偶特点来讲呢 就是大队的知音药物 大队的知音药物 这般的大里边 把其他的 一起养羊的药都去 然后呢 加以我们说 戒类之品 加以这个 浅羊之品 实际上就是咸寒 这些戒类 贝壳 别甲牡丽 这些呢 它是什么 咸寒的 当然呢 养银来讲 入圣经 这个效果比较好 也就是 他并没有用 我们说的 沟藤也好 天麻也好 这些单纯的 吸风药 而是通过呢 大队知音药 所以上呢 他把吸风的概念 放在滋养 滋养营业以后 风呢 自然就吸了 那么如果是 针对壮火 刺身这些呢 就不能用这个 定风珠 不能用定风珠 负卖 这个是我们这样 讲的 这个方译的治疗呢 相对就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书里边来讲 这个药理研究都说了 这个方子呢 大量用于后期呢 什么调节骨矿物质的代谢紊乱 这些等等 这方面呢 比较多一些 这个方子在现在 很多热病后期 比如说 我们现在临床上 也很少碰到这种 阴虚风动的情况 为什么呢 现在你别说高热了 邪热了 一般点头痛感冒 可是大家都喜欢 喜欢去输液 喜欢去输液 虽然它是西医的理论 我们还是可以认为 那些糖水 盐水进取的 都是养阴 滋养精液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 就现在的热效 还是不太容易出现这种 阴虚风动 邪热 比如高盛之下的这种 这种情况 跟他我们大量灌盐水 这些治疗 就是这些也有关系 也跟这个呢 有关系哈 我们看我们这个书上的思考题呢 专门讲到呢 说我们 穿寻茶调散组织什么证啊 外感风险头痛 对不对 用茶清调下的目的何在啊 我们已经讲了 对吧 还可以呢 不仅仅仅是比如是饮热啊 不仅仅是 侨方过于温子 还可以通过调这个 茶和薄荷这些呢 适用于各种的头痛 嗯 这个珠山外风和平溪内风 均配五了 阳血活血药 为什么呀 自风仙 自血 血行风自灭 商业菊花的配物意义 在商举临角购等 我们也说了 对不对 一个是清肺平肝 一个是呢 嗯 那么这里边呢 领角购等 他只选的这两个区别应用 啊 我们刚才也说了 嗯 正干西方 他组织合着 为什么配五穿链子 生脉呀 阴沉 这个我们也都讲过了 哈 武阳华武他 正干西方 都用于中风 如何区别应用啊 如何区别应用呢 都是 对 他们就用于这个 嗯 这个 一个是呢 中风发着去 一个是这个 呃 后期后遗症哈 为什么大定风珠 正干西方 他领角购等 他都配五白烧和干烧啊 酸肝化阴 都是滋养阴液的 他们都有动风的正向 一个呢 直阴的真业 书经 一个呢 反正都是因为这些 对啊 这个呢 来讲哈 这个 方子呢 相对呢 比较简单 简单 嗯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呢 关于我们的方济学呢 主要的这些方济呢 我们就讲完了 刚才呢 嗯 有同学呢 分别问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第一 我们中药学专业 是不是可以不考处方分析 这个题不是我出 理论上来讲呢 好像从专业的角度讲 你说的有点道理 我又不是学临床的 干嘛考处方分析 假设我们考试要考处方分析 大家也要想 不能呢 开始就给自己打上一个烙印的一些 我是不是学临床的 就不考病案分析 病案分析的核心 是考验你对方济主方 浅药主方 辩证立法的这个能力 所以上呢 就算是考了 也没什么 有的同学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偏方啊 能够治疗我的这个病 那个病啊 我们中医 有没有偏方 有 传说中 偏方很多 我们看武侠小说中 偏方就更多了 什么病都可以治 但是我们应该 清醒认识到 那些毕竟是传说 目前我们的中程药中 中医药中 能够成为传说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云南白药啊 这些等等 但是我相信呢 我们临床上出来大处学等等 还是有止血药啊 止血敏啊 这些等等哈 也不是说云南白药 就什么都管用 对不对 所以上我们说 不要过分的迷信偏方 大家学了方济以后呢 我们要明白两点 第一 不要过于迷信偏方 在我们学中医的人看来呢 中医学到一点 是方济学到一个程度 什么都是方 什么都可以当成偏方 什么方都不是偏方 关键是你把这条理论 随时都可以用到各种各样的方子 这是利益 第二点我们说 我们有句话叫 学医三年 觉得天下呢 无病不治 你看我们这本课本上 知道什么病的方子没有啊 什么都有 拿着一本方技术 拿着我们的教材 是不是可以走遍天下 看了什么病呢 当然不是 我们终于有很多病也看不好 如果什么病都能看得好 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西医还会进来有市场呢 为什么西医还会进来有市场呢 为什么呢 我们很多著名的老中医 最终去世呢 是在西医院呢 所以上我们说这个呢 还要 还有一句话说 行医三年 死绝无方可用 当了三年医生就发现 这个房子也不行 那个房子也不行 当然有个人的变症立法水平 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但是呢 也要注意呢 还有呢 确实很多临阵病级比较复杂 所以上呢 我们说 还是要提高我们的中医综合技能 丰富 真正的掌握技能 另外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医西医各自的长短优势 哪怕你不是搞临床的 也要认识到这些 因为你的中药专业 你将来从事的药品的生产研发销售 是为临座服务的 目的是用于临床 所以上呢 临床对你们一样的重要 为了强调这点哈 我们呢 剩下的时间呢 我们看几个病案 这几个病案里边呢 我们都是选了以发热为主的 发热我们都知道 截表机里边有发热 清热机里边热箱就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这些发热都很多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 偏偏不是截表机的发热 偏偏呢 不是清热解冻药里边的发热热箱 而是其他的 就是让你体现方技的关键在于 辨证律法 这一点上 我们看第一个 这个发热 这个里边我们说哈 这个是病案 抛妇生产以后 低伤 输液吃中药依然发伤 面色伟黄 女生低微 气感乏率 纳食不香 辅障口干不欲饮 我们可以从我们想想我们发热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前面学了那么多方机 有发热的资料发热的方机是很多的对不对 这个你们觉得原因是什么呀 气息啊 很好 这是一个观点 还有呢 我们看主树哈 我们前面说了我们不是还举了没有成余那个例子还举了2002年的一场学都是强调大家呢 对看一下病案病案分析已经简单多了你们到临床面对病人的时候呢他给你送很多病人他给你能说很多这样的主证你要这样的我们待会还可以给大家放一个篇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边的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样来分析啊那我们就看还是说这个病人很复杂的很多病案就是什么他已经归纳子来了比如说祖宿两个月前生一小孩 那么在他的祖宿里边要强调他最重要的问题是低烧 低烧的情况下那种清热类的节表类的一般来讲不至于就是37度3到37度8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呢50多天输液各种来讲的发烧意就又不高还有气感乏力气息的这些表现还有什么生小孩 抛妇产 舌红少开 我们在这种病案的时候往往不像课本上给你打些如果和肝病一定要体现脉象是悬不一定很多病案是不同的医生这样来分析的 所以上气虚是不是没道理当然气虚有他不是有扫儿乏力啊这些声音啊有吗 这个病人呢这个医家在讲啊是抛妇失血抛妇产呢 呃出血比较多以后呢血虚引起的发热所以上我们看他是四五汤四五汤加减有意气养人的呃太子生啊卖东啊原生啊这些呃 还有呢杀人陈皮这些呃这些呃这些呃呢心心气养胃的啊我们看三天以后呢呃这个呢说第三天下午呢就没有再发热已经呢好多了 大便了体力也有劲儿头晕眼花心慌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然后呢加了白足治肝肠白毛根这些然后呢吃完五腹药以后呢休息了一周上班 这个是血虚发热的一个典型对不对我们大家说的气虚有道理那么他是属于我们讲补气补血就不是说了吗气跟血的那么经常呢欲气养血必讲特别是我们里边讲的呢 有形之血不能塑身就是说补血来讲往往都一定要被补气因为来讲呢这里边呢单纯的靠补血呢有形之血呢他的话声有点慢一定呢气形的气生的血生气望的血生气形的血型这个里边呢我们讲的哈这个里边这是大家所以像大家开始变这位气虚有道理我们再看这个边啊 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开始发烧到晚上就退晓了 这个我们你们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啊 湿热讲湿热的依据呢 哪个同学说的湿热啊 大家可以做个发言不一定就是讲一下湿热我们来分析这个病啊我们中医病啊要注意好有时候不一定分析啊 非得就是某个方者就是某个方者有时候呢殊途同归嘛 定期的关键可能是一致的选方必定这个地方 湿热来讲哈 理由是什么呀 是因为下午三点到四点发烧吗 下午三点到四点发烧我们在我们讲到的这种炒热这种是一般有哪些啊 阴虚可以有有机制也有 湿热也可以有对不对 我们讲三人汤那些好像说过这方面的我们还说这个阴阳怪气嘛 湿热在一起的时候呢它的病急是一种阴阳怪气 因为视为阴血热为阳血所以上呢有一些阴阳怪气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发热就表现为呢呃表现为这个热上不是很高摸的皮肤比较烫手啊等等下午呢可能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它的出汗跟柜子他那些汗症就不一样 这个方子哈我们看一下呢 嗯写这个病案的人呢他强调呢这是没有表证是一个理事热症 有时候呢我们说这种可能这个病案里边呢本身强调强调的只是大便肝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呢我们讲哈热的产生的有多种多样这个病人呢之所以这样跟他病人体质28岁是吧这个病人是个男性本身的体质呢就比较偏于阳神这是一个问题你看我们是到了冬天来了以后啊我们最近见到的病人呢也会注意到一个病人呢是吧这个病人呢是个男性的体质呢是个男性的体质呢是个男性的比较偏于阳神这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特点这么冷的天很多病人发热口罩咽干 注意到没有 很多人 这种病人你新闻的话一个呢年轻人比较多一方面呢是我们说的阳神自体嘛 再一个要注意冬天他穿的厚了以后呢很多时候呢吃的饮食里边还是属于相对来讲呢 嗯高粱厚味比较多有空调啊比如说喝水比较稍微少了以后他衣服穿的厚了以后是外边的寒凉 那种程气进不去里边的热量也散不出去这是保暖对不对这样就容易导臣说我们经常说临床有一种在寒暴火的这种情况里边还是有机制有热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开很多厨房清风败毒瘾啊 调味陈气汤啊黄莲解毒汤啊我们这时候开这种方子呢要比较多见 所以上呢我们说网上有人发帖子 那天看着说是你们见过这样卖冰棍的吗就是说在哈尔滨那些城市在冬天 卖冰棍就像卖水果一样摆在摊子上卖因为他已经天寒地冻结果了不存在化的问题夏天卖冰棍你还能弄个冰棍对不对在里边他用不着 因为什么自然间为什么在那么冷的地方东北还现在有人卖冰棍啊 就是可能有李热李热的这种他们穿的衣服更厚这种呢这个来讲呢我觉得还是跟他的周围的这些环境呢还是协调的这个里面呢用冰棍这些如果你不吃冰棍嘛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吃我们的我们刚才说的黄莲解毒汤我们的那种清瘟败毒瘾这些等等的有可能就这样也要发生过所以上呢最近你看我们在冰窗上确实呢这种 牙龙肿痛这种口舌身疮这种病人呢感觉到还增加呢最近在就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是像这个病人来讲首先他年轻阳性体质就这里边有便干抓住这点病机能迎刃而去他没有别的表现这是一个我们再看看这个小孩 已经发热这个烧到40度 不是 这个我们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呀 四尼萨对不对 他认为是阳气不易 这个倒是 这个要是我自己来 我也想不出来是四尼萨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看看他的分析 我们看看他的分析 他自己原来有个分析 他认为的是阳热内域 阳气不能达于四指用的四尼萨 我们看一下呢 从四尼萨他写的这个 很多表证的 很多症状的交代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自己强调说是什么 即时深热 富感昏寒 所以说呢 还有四指不温 四指不温这种表现 这个呢 我们这儿展示了大家三个方式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有可能的各种的都有可能有效 但是呢 从我们的意义上来讲是希望大家能够拓展很多思路 把方剧学完以后就在复习的时候呢 能够把前后连贯起来 连贯起来的融会贯通的这样的来考虑 我们还要给大家看一个 关于这个临床 你们看看病极多复杂 我们刚才就是给你们把病状都已经归纳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临床的时候呢 病人的表述 病人的表述是那个很复杂的 病人的表述 没声音 前半的因为什么呢 前半的呢 不是我们讲的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在复习的时候注意哪些要点 比如是在这个总弄部分 关键要掌握的来讲 方济和方济学的定义 在这个里边呢 上一些重要的 各阶段呢有代表意义的 重要的方的成熟的年代 他的意义他的主要价值 要知道比如说 五十二病方 皇帝内经三寒杂病论 比如说方叔之主 是哪个 走后背脊方 局方 哪一个是什么首部什么 一论专注啊等等首开方论之先河啊等等 每一个书的 他的主要的意义呢 主要的价值呢要明白 同时呢要明确方济和 并级制法的关系 哎比如说方济是体现和完成制法的啊 那个制法是指导前要主方的 这样一个关键原则 方语方语法为指导 法随正立 这是我们在前边的时候呢 总论里边的都很简单 主要是掌握这些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讲方济配武 方济配武的概念和目的 方济配武的概念目的呢我们说 有很多 那么这里边呢最关键的明白 他首要的就是真效和解读 对不对这是我们配武的目的 当然我们后来这里边呢 方济常用的一些配武方法 有哪些它的基本结构 均诚着实的含义和用用要点 还要能够举出例子来 另外就是方济的变化的三种形式 我们是有药味加量 药量的加减变化等等 有这些变化形式功能和组织的关系 在截表季的时候呢 比如说麻黄汤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 虽然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很少了 但是呢要注意的掌握 知道这是外感分寒表实证的一个代表方 特别是这个里边麻黄和柜子的配武衣衣 麻黄又跟信仁的配武意义 分别呢衍生出来一些其他的方子 这个要知道 贵子汤呢 这是分寒表虚症的基础方 同时呢也可以用于调和营味 调和营养 重点呢 掌握贵子和勺药的这种配武的比例啊 以及变化以后对它功效组织的影响 九味枪火汤呢 要知道呢 这是治疗分寒加湿 而呢兼有内热的这样一个方子 也是体现了风筋弄质 每一个筋是哪个药 如何体现风筋弄质要知道 小青龙汤我们说了 外宿分寒内挺饮 这里边呢江心味 在温化含饮方面 我们后边还有个灵干五味江心汤 讲的就是一瘟一散一松 对不对 这是讲的这个节表记里边 比如说我们这个信书伞里边你要知道 我们在说的是最关键的点 你要知道呢 这是治疗清宣量量造的一个方子 治疗风寒咳嗽的一个常用法 这个方子通过加减变化以后 可以用于四十的咳嗽 一年四季的咳嗽都可以 贝毒赏 义气节表 体现的是有人身的配偶意义 银雀赏和商局 要注意比较 这两个一个被称为新兰清济 一个被称为明济 那么他们呢 原因在于一个人偏重于书表 一个偏重于宣费 这个呢知道这里边呢 麻性干是他 有个麻方石膏的配偶比例 这是用于邪热拥肺的 那么我们是讲到 比如说我们在卸下剂里边 比如说我们在讲到卸下剂里边呢 要讲到的这是治疗 大乘气汤 三个乘气汤 在功能组织用法配物方面的一统 我们说 皮满造石 视症具现 有些是体现于皮满石 有些是体现于造 每一个字恰好可以对应我们 这四位药的每一个药物 嗯 这里边呢 大乡母大汤 知道它是一个湿热血鱼 常用就行哈 温脾汤的治疗 脾羊不足 冷脂中毒 麻泽药是治疗脾越症的 十早汤要注意哈 十早汤你要知道呢 大早的方中特点配物一 十早汤里边军药是什么呀 很好 我觉得同学们掌握的都很好 比如说和解机里边 和解机里边呢 你要知道这个 柴湖汤这个 小柴湖汤半表半裂针代表方 柴湖跟黄青呢 这是我们和解邵阳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配物结构 大柴湖汤呢 这是什么 邵阳跟阳明合并 既有邵阳症又有阳明十热症的一个表现 四溺斩 羊羽绝腻 这里边呢 后来有柴湖少咬柴湖 柴湖指食 柴湖有指指食 惠武的这样一种药德关系 逍遥展示呢 甘育脾虚哈 嗯 这个里边呢 主要要明确酥肝 健脾羊血这三点一个关系 半下色情它呢 是治疗这种脾症 寒热定用苦降心肝 这个方子你要知道这是治疗寒热定用苦降心肝 治疗寒热护血腥下脾症的一个方子 比如在清热季里边哈 清热季里边呢 我们这个 嗯 白虎汤呢 你要知道呢 这是治疗这个 清热神节的基础方 清银汤又西角地黄汤呢 一个是呢 并学出入银缝 一个是呢 入血缝 封别常用的一个方子 这里边呢 明确有透热转气的一个配物 对 那么这里边呢 黄远解决它是什么 热股庸盛 充斥三家 所以上有黄远 而西安方活命语呢 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外科的一个方子 唯一外科的方 治疗羊阵 出起 创阳出起的这个 它的主方特点有什么 先方活命 金银花 薰子归层 穿三甲 对不对 我们都有这些呢 表现 比如说我们讲到温礼剂哈 温礼剂里边呢 我们这个 我们看这个李中丸 李中丸里边哈 这是治疗脾胃虚寒 脾是建议的基础方 李中丸里边呢 后世我们引出一些变化 父子李中丸啊 父子李中丸啊 这些等等 四蜜汤 四蜜啥 四蜜汤 当归四蜜汤 千万不要名字要搞混了哈 这些是不一样 完全他们的政治还是很不一样 还是很不一样的 当归羊和汤 比如说有个同学问我说 自己冬天老是生冻床啊等等哈 把羊和汤好好看一下 这个呢 杨虚寒您所制的 当然哈 这个呢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方子里边 羊和汤里边可以看一下麻黄他的配物的 这两个意义在哪呢 补液剂里边哈 补液剂里边呢 我们说比如说四菌之汤 这是补气健脾的一个基础嘛 后边的这些方子呢 都能体现出四菌之汤的意思来 森林白祖山呢 特别又强调了 体虚失肾以后 导致的这个蟹蟹呢 相对呢 比较多 那么这种呢 可以有这些表现 这个里边配物的也比较多哈 比如说 绝梗在房中 配物有特点的几个意义啊等等 补中益气汤呢 是治疗 肝温除大热 益气生肖 治疗生马肠 柴火 治疗生马肠不配物的这样一个贝